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肚子饿了 陆哥爸爸 我肚子饿了 好 那我们一起做菜吧 好啊 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菜呢 先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食材 我们有中式的香肠 中式的 中式的香肠 我们有些香肠 玉米 我们有些香肠 或是青葡萄 青葡萄或是青葡萄 是葱 我们有些米 米 还有酱油 是酱油 有了这些食材 还可以编出什么好吃的料理呢 啊哈 Let's make Chinese fried rice Chinese fried rice 是什么 Chinese fried rice 就是传承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髓的 中华炒饭 Chinese fried rice 传承了中国文化五千年历史的 中华炒饭 中华香肠 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Well, let's start cooking! Chinese sausage 中式香肠 Corn 玉米 Carrot 红萝卜 Egg 蛋 Scallion Green onion 葱 Rice 米饭 好,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事呢? First, we have to cook the rice Oh,要先来煮饭 That's right Well, we need to wash the rice Wash the rice Wash the rice And we'll put the rice Oh, we'll cook the rice In the rice cooker Oh, rice cooker 就是煮饭的这个电锅 它叫做 Rice cooker 好,那这个 这个饭啊 我们只要等它跳起来煮好 就可以开始炒饭了吗? 沒有 就算等它跳起来煮好 我们还要再把它放在冰箱 放一个晚上以后 才能够炒饭喔 还要等一个晚上 That's right We need overnight rice 那不就饿死了 各位小朋友 童童姐姐 对不起你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中华炒饭 是要隔夜饭才能炒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可能就要到这边 叫做 等一下啦 我们明天再吃 跟你开玩笑的啦 其实我已经有先准备好了隔夜饭 Tada I have some overnight rice ready 幸好你有准备隔夜饭 为什么要用隔夜饭来炒饭 隔夜饭来炒饭 这个学问就大了 除了呢 你炒下去以后 它会比较粒粒分明 因为如果你用心刚好煮的饭 它就会粘在一起 它水分比较多 对 所以你必须保持在煮中 在煮中 在煮中 那是最好的隔夜饭 对 有时候还可以废物利用 有时候煮太多 没有吃完的话 对 没关系 冰起来 明天来做炒饭 没错 那现在总可以开始炒饭了吧 OK 我们开始炒隔夜饭 所以我们需要少量油 先加油 加油 加油 路可爸爸加油 加油 对 OK 所以首先我们要炒隔夜饭 加一点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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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姜进来 是烤了吗 姜给它爆香 爆姜 爆姜 爆香姜 姜姜 姜姜好 OK 我觉得很好 然后我们加了隔夜饭 耶 加入这个 Sausage 很多国家都有它自己的Sausage 对 你知道哪一国最多香肠吗 我知道 德国 德国香肠非常有名 没错 所以香肠的统称我们就会讲说 Sausage Sausage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常常吃的这种 就叫做 Taiwanese Sausage 好棒 也可以是 比如说港式你可以说 Cantonese Sausage or Chinese Sausage 就是贩植一切这种中国食物 中国食物 中国料理 中式料理 还要加其他的吗 加一点大蒜 也可以加一点大蒜 加一点蒜 你知道吗 人家不是都会卖那种一整支的香肠吗 烤肉的时候会吃 对 你知道配那个香肠 对 人家香肠配大蒜 配大蒜 绝配吗 极品绝配 可是呢 你如果那个蒜就是生吃就会比较辣 对不对 但是炒过以后其实就不会那么辣了 所以小朋友的口味也比较能够接受 Yup It's not that spicy anymore once you fry it Next we are going to add some corn and some carrots and peas 要加一点蔬菜才够营养啊 不然都是肉就可能没有那么健康 对啊 看这个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 Corn 玉米 还有绿绿的这个 Pee 金豆 还有红红的漂亮的这个 Car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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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 哇 你看一加下去 颜色就变得好丰富了 Yup 好香燕喔 Nice You can really smell it 哇 香甜甜的 我帮你炒炒 我要尽一份心力 等一下我吃的时候才安心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这不是耍帅 因为它下面会比较热 对 有时候会焦掉 所以你就要很快的把它翻上来 这样是最快的 如果你这样翻就是翻很久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加饭 好 差不多了 可以了吗 Next we can add the rice 我们可以加饭进去了 你看这个饭 It's been kept in the fridge overnight It's quite dry It's not wet It doesn't have that much water 所以现在呈现干干的状态 炒起来的话 就比较能够有这个粒粒分明的口感 So Yup 给你 Thank you 对啊 如果你是新做好的那个饭 它就会一大坨这样 你说新做吗 我是射手做的 你呢 新做 我是沐浪做 好冷 新做好的饭 新煮好的饭 新煮好的饭 对 所以一般来说食物我们都要吃新鲜 对不对 但是就唯一这个炒饭的 需要用的饭 它是要这个 隔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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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Break up 哦 有有有 看这个手势呢 就知道 专业的 你怎么样 我们要把这个饭呢 把它压平 就把它压平 把它跟料压在一起 所以就把它用到背面 稍微这样给它 隔夜饭 隔夜饭 有香气出来咯 隔夜饭 看起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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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差不多忘了 哇 蛋炒饭 像蛋炒饭的蛋 不可以忘记了 不可以忘记它 超久一点 中式料理呀 很讲究那个火 火 锅器 它叫锅器 不是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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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锅器 就是它那个火候够大 速度够快的时候呢 它在锅子里面 产生的这个锅器 会让 给我们的这个食物 增添一份 特别的味道 那是对 所以常常在中国煮食 你必须要烹饭 你的食物 很高的温度 烹饭 鹿鲜 或青椒 葱 最后再加一点 葱进去 点缀它 点缀它 对 加点酱油 你可不可以加我 的酱油吗 是 谢谢 谢谢 这样的 酱油要最后的时候才加 快要起锅的时候才加酱油 煮久了酱油容易 akkor你們 像这样s 自己可以加糖老后 不然之后都会很甜 可吃 就会更多甜 你要试 Elijah 你想吃它吗 还没吃 等到 中滑炒饭 超当的 很炒 应该men 嗯, I think it's ready 所以我们的中华炒饭 Chinese fried rice 成功了 Ready It's ready How to make Chinese fried rice First, you fry some Chinese sausage With some ginger and garlic Add some peas, carrots and corn Then add some overnight rice Add some eggs Season it with soy sauce And this is how you make Chinese fried rice Please enjoy my special Chinese fried rice How's the fried rice? Wonderful You see, Chinese fried rice is pretty easy to make All you need is some overnight fried rice And some sausage You can pretty much add anything you've got in the fridge And... tactile Oh my God You ate all the fried rice 我吃完了 沒關係啦,太好吃了 jeśli不注意就把它吃光光了 對 我們剛剛還有煮好的飯啊 煮好的飯 做炒飯 要的是隔夜飯 那你就委屈一點好了 你就餓到明天吧 我明天再做給你吃 謝謝早餐